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常常有當事人就來求助來看診 然後問說我該不該原諒他 標準答案都是說 絕不可原諒 有一就有二 受害者還會講 受害者 有一就有二 很快離開他 問題是如果他已經愛得很深 有孩子 有很多的牽絆 或者他醒來 其實他很好啊 很聰明又風趣 又可能是一個醫生 老師警察 你講醫生幹嘛比我 你一個人自己 有可能 因為喝酒是會改變行為的 所以因為種種原因 他拿不下決心 沒有辦法斷然離開他 那這時候 我通常會建議說 就是可一不可在 第一次他不知道會有這麼嚴重的後果 那我們就原諒他 第二次他明知道 喝了酒 他會變成另外一個人 會打老婆打小孩 會造成那種慘痛的後果 而且已經 要家庭革命了 要離婚了 怎麼樣 家庭要破裂便宜 結果他下次他還喝 然後又顧太父母 那你第二次就不該原諒他 頂多頂多 再原諒他一次 就是三政一定要給他出局 第三次出現 就絕對要斷兩點 如果三次你還在姑息他的話 那你自己也有錯 自己也有錯 而且他會一直變本加厲 一直一直重複下去 孔醫師談到這邊 其實我有點 我的想法 因為我在想 會借酒裝瘋 或者藉由喝酒來實行暴力的 這種行為的時候 他跟他本身有暴力傾向有沒有關係 其實是有 其實有 因為我常常叮嚀我的女兒 我說你們要找未來的老公 你們一定要拒絕那種有暴力傾向的人 最好把他灌醉一次 灌醉一次也是一個方法 看來最後的樣子對不對 但是如果他當時沒有什麼不滿 沒有什麼不高興的事 可能你看不出來 我是教我女兒說 你一定要看他平常 對於壓力挫折 或者是憤怒的那個表現 是怎麼表現 我常常講 如果這個男的 他在憤怒的時候 他會踢桌子 對 垂桌子 或者丟東西 這種就是有暴力傾向 虐待動物 對對對 虐待動物 如果他真的會這樣 哪一天他喝酒 他就用戒酒裝瘋來暴力傾向 對 蛛絲馬跡 對 所以關於酒飲呢 就是 曾經美國有試圖 下禁酒令 全國不准喝酒 喝酒是犯法 還有很多電影在講這個模式 禁酒令最後失敗了 為什麼 因為就是釀酒太容易 酒很容易就走私進來 因為製造酒的方法 像原住民他們用小米搗一搗 吐一個口水 擺一擺酒就出來 你要怎麼進 而且酒真的是 要好好控制他的問題 絕大多數的人會自我限制 會控制 就是那少數的人 會一發不可收拾 一喝 就停不下來 非要一醉到底 然後又一錯再錯 每次喝酒就會出事 不是打人 就是被別人打得比青年種 因為有時候 想要戒酒中風 對 結果被別人反擊 被痛過 一錯再錯 即使這樣他還是戒不了酒 最後被帶回所內 但警方一查 他真的很誇張 這是第六次酒駕被抓 賣酒是一個很好賺的生意 也不忘 我們要提醒大家說 喝酒 第一次不要酒駕 喝酒不要鬧事 然後要 好好的把這個飲酒 還要注意周遭的人 如果他飲酒有問題的話 也是同樣 盡快的就醫 讓精神科砍協助 的時候 綾